能力最有戰鬥力的趙紹康 趕在登機截止倒數六小時 侯友宜親口宣布副手人選 這一刻侯趙沛正式成行 11點以前 侯市長還打電話給柯文哲 沒接嘛 我真的就是臨危受命 搭檔侯友宜拼戰2024 現年73歲的趙紹康 出身基隆外省家庭 外號政治驚瞳的他 1981年高票當選 北市議員正式踏入政壇 41歲出任環保署長 隔年更以五黨籍身份 參選北縣立委 一舉南瓜破紀錄23.5萬票 刮起一陣趙紹康旋風 不料1994年代表新黨 跟陳水扁打對 台選台北市長落敗 讓他一度退出政壇 回為29年拼戰2024 其實真正的關鍵是昨天 昨天看到藍白 實在是合不起來了 那我才想說 這個時候是我應該 應該出來的時候了 其實我們是可以 滿好的互補 其實滿好互補 口才便起的趙紹康 在濁水溪一倍 有著高聲量 備受知識藍的推崇 與嘉義子弟侯友宜 互補性高 共組侯趙沛 更有望吸納廣泛 來贏選票 好互補 叫做好互補 能好互補 而我們其小話多 一定兩個攜手合作 拼戰到最後一刻 當本土籃結盟戰鬥籃選戰倒數50天的硬仗 侯趙沛挺著胸膛 站到底 這些我領域